我 我看在你救我的份上了 我不打你 我数三个数 你自己起来 三 二 一 你 我先说 是你压着我 不如让我走 你可别对我动手动脚 要不然 我对你不客气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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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负责一 我为什么给我借 又来 喂 负责一 你的卡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当做给你的补偿吧 补偿 有什么好补偿的 我们根本什么都没有发生 对啊 确实什么都没有发生 所以你是故意再羞辱我一遍 随便你怎么想 我对陌生人就是这种态度 喂 姐你快来啊 我爸要去更负责一线要归道歉 什么 金总 你可回来了 你弟快撑不住了 他们在哪里 楼上 楼上 快 好 贾步凡 你把门给我打开 你再等会儿爸 姐马上回来了 开门 姐一会儿就回来了 我不信我这点老脸 还不值五千万 你回来了姐 臭小子 还告密 我 我今天我就会 我救你 我 我救你 舅舅 舅舅 您消消气 一家人有什么告密不告密的 我们里面谈 我们走走走走 我们里面谈 我们里面谈啊 来来来来 您坐您坐 舅舅啊 您说 这老板椅子 要用欧洲高山平原的西门塔牛皮椅子好呢 还是日本欣喜马臀皮好 我觉得呀 还是日本的欣喜马臀皮 这个牛皮也太普通 这个马臀皮就不一样了啊 古语讲 拍马屁拍马屁 这个马屁股的皮一样 柔软 精拍 你们听过拍马屁拍坏的吗 舅舅 舅 你还别说 您一坐在这个椅子上 这谈吐气质 完全像个总裁 是吗 要是哪天我不在酒店了 把酒店交给您 我也特别地放心 有吗 嗯 行了啊 这个椅子的问题 我已经给你解答完了 我就去找负责医了 负责医 舅舅 您不是说拖着不赔偿的吗 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负责医啊 这个人做事不择手段 彻头彻尾的就是个奸商 我真的觉得她有本事把我送进去 但是呢 在查的过程中 我发现了一个今天的秘密 秘密 是什么 去年的八到十月份 整整三个月 这个人行踪不明 我就想用这个事来威胁他 求他放火 您查到什么 什么都没查到你那么急 就因为你什么都查不到 这个人一定在躲在点什么 您不想吗 这一个人消失三个月 在干嘛 跟谁在一起 负责医跟我认识的那段时间 我认识的那段时间 刚好消失了三个月 你什么时候脱了张黑金卡 不会是那负责医给你的吧 等等 你好像连衣服都没换 那就证明你昨晚没回家 然后一大早负责医又给了你张黑金卡 你们昨晚干嘛了 大人的事 少管 我是看他那不好惹的样子 怕你受欺负嘛 你说 为什么一个人 可以在短短的一年里面 有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 他 被魂穿了 认真点 失忆了 是吧 我也这么觉得 我一定要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没问题 这事交给我了 你有办法 我去言行逼供 不能打人 打人是不对的 你放心 我去帮你出口恶气 等着 姐 负责医 负责医你出来 我知道你在里边 负责医 负责医 你找我 住手 小姐 毕业快乐 我对你的情话说两遍 也为自己留意的底线 负责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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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医